第769集 大人物们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各种神碾 霞光硕硕 碾压过高空 如众神的作家 一言望去 皆是蛟龙拉车 黄鸟后翼飞翔 眉头一兽都无比强大 个个非凡 看到没有 那个光头脑后 笼罩着一层层神环 修为吓人呢 小声点 这是来自西墨的神僧 修为可真是恐怖 估计早已是什么罗汉 甚至是什么尊者了吧 北极神宫不是 北原极近冰原上的 古老圣地吗 相隔这么远 他们的公主来了 摇驰的面子可真大呀 南陵战神殿 据说里面有成神的秘密 他们的战王居然也来了 不光是李黑水他们 就是其他人也都在议论 大人物们不断出现 来自天下各地 更有许多奇人 这里 鲜月齐鸣 各种灵秦 锐兽呈现 白云上 电雨成片 奇花盛开 摇草铺底 鲜物涌动 却不过西高 许多仙鹤与鸾鸟飞舞 寿远端逃倒酒 夜凡惊异 怎么感觉像是来到了神话中的天宫 不远处传来一声晴朗的笑声 夜宵 一个身穿金色战衣的男子 搭步走来 正是北渊黄金家族传人 金齿霄 夜凡相迎 但是心中却在冷笑 此人在那流血的一夜 曾画出道宫中的一尊神奇 竟无视沙阵被他灭了 在其后方 一辆黄金古战车隆隆作响 上面转刻着古老的痕迹 九条蛟龙拉车停在远处 北渊黄金族长驾到 金齿霄随同而来 此刻见到夜凡非常的热络 他不知夜凡早已修成神眼 早已明显其心中有杀意 夜凡 我们一会儿把酒言欢 金齿霄大笑着 随祖主而去 若非修成神眼 还真是难辨 真心假意啊 夜凡盯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 有人这样大喊着 人族绝顶大能能攻正驾到 此语异出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纵然是一些大人物 都在穷楼玉宇间站了起来 向外望来 云雾翻涌 花瓣飘舞 片片剔透 一条由金银花片铺成的大道 笔直的自天际冲来 心向漫空 传说中的人族大能 难攻正 修炼长生诀 以草木为家 以奇葩冲击 身边从不离灵草 没有人不振动 难攻正又出现了 遭有传闻 五百年前他就作画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数年前他出现世上 而后 传闻他与东荒一批活化石 进入青铜仙殿 就此一去不复返 然而 今日居然又出现了 难怪老辈人物 都称他为不死的难攻正啊 所有人都想知道 他是否真的进过青铜仙殿 到底有了怎样的一番际遇 难攻正常叹 我侥幸从仙殿脱困而出啊 他这样一说 众人更吃惊了 他竟真的进过那座恐怖的铜点 要知道 那里是盖带高手的坟墓啊 他竟活着出来了 诸多大人物迎来 像是众星捧月一样 将他簇拥紧天宫节 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叶帆惊异 他也逃出来了 不知是否比我和姬子月 深入的更远 仙子杀鸡灌骨金 玄中有天地 远古大地的血 南宫正的话语传了出来 叶帆心中震动 对方绝对走到了青铜仙殿身处 见到那个有不灭圣邪课程的仙子 难道他走进了悬门背后不成 青铜仙殿乃是不是王者的坟墓 当中也不知道葬送了多少人中之节 每次出现都会吞噬一批绝代高手的性命 古往今来 一直是一个谜一样的所在 没有人能够探清 南宫正活着回来 自然引发了轩然大波 老辈人物皆无比关注 各方雄主也都上前 天空间一片嘈杂 诸位 但凡我所知尽会突出 不用如此极虑 南宫正笑着 走进天空中 坐在玉桌后 自己先饮了一杯酒水 各位无需如此 南宫兄既然归来 害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西王母云禀高晚 上叉酒凤簪 烟霞垂落 她端庄圣洁 美丽出众 一态万千 嘈杂声消失 众人归位 这座天空中的人 大多都是一方雄主 主掌这片大地 或者是 意义是其人 身份超然 鲜月响起 摇驰立人 翩翩起舞 衣昧飘动 一个个如仙子凌波 脚下白色云雾缭绕 如在广寒宫阙中 宫阙外 鸾鸟飞翔亮丽如虹 灵琴贤之 锐气垂落 寿源献逃 方向四溢 在雨殿前 芝兰遍地 奇葩喷薄烟云 莲池中 鱼龙腾月 云霞争尾 留金一霞 叶凡有幸 落于天宫末座 身在圣主 才能落座的天宫中 他是 作为奇人 被邀在此 邀池对其 可以说是 非常的礼遇 变观大殿 也唯有他与猴子两人如此年轻 其他人 墨不遂以千计 大多白发锤尖 眼眸沧桑 随便几个人的年龄加在一起 就可接近一万岁 可以说 这里每一个人都来头吓人 最差者也是千国间第一修士 许多人望向夜凡时都露出异样之色 他连斩圣子 纵然是各方霸主都被惊动了 甚为官主 人们知晓 他是作为原天师传承者 才有资格坐在这里的 接下来 邀池要请他封印十王 大多数人都不知猴子的来历 他精通变化之术 与夜凡的改天换地不相上下 纵为圣主也看不出来 冤枉一脉 还有元术古诗家的几个活化石 都修成了神眼与天眼 这是他们必修的神术 唯有他们知晓猴子的来历 夜凡落座于此 想听南宫正讲述青铜仙典之谜 不曾想 却被接过去了 要不久后拔酒阔论 他退了出来 与这些人坐在一起 没有什么可谈的 远不如鱼里黑水 他们碰杯畅饮痛快 猴子也跟了出来 在这里他不认识几个人 不愿与那些老古董们共饮 没有话题可论 天宫外 各座穷楼玉宇间摆了很多张玉桌 摇池的仙子采云偏然飞舞 送来各种真摇与佳酿 李黑水说道 小椰子 你怎么出来了 大殿中会有盘桃王可享用 要力强劲 比外面的盘桃会大上很多 夜凡在一张预案后面盘腿坐下 无妨 我一会儿再进去 帮你们带出来一些 小楠楠挨着夜凡 乖巧的盘坐下来 结果却发现 快被云雾淹没了 他太幼小了 顿时皱起了秀气的小穷鼻 几人都大笑了起来 将小家伙抱起 放在了玉桌上 一人一张玉桌 倒也没有人会责怪 金石霄走来 与兄我来敬你一杯 脸上带着笑意 浑身金色战衣流动光滑 他看起来相当的神武 叶凡与他碰杯一饮而尽 听说金兄不久前负伤 无大碍吧 并无大碍 不知为何 远古杀兽神朝 竟对我也出手了 金齿霄皱起了眉头 我们可谓是同病相怜呢 遥光圣子起身 端着玉杯走了过来 他们站在一起 自然格外的引人瞩目 其他东荒英杰同时望来 皆在关注 你是黄金王脉的后人 猴子 金睛射电萌盯着金齿霄 可惜血液不再纯净 你们这一戏不负太古皇之盛事了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忘了 许多人都知道 北渊黄金家族是太古种族 但少有人会提及 因为这个话题太敏感 不曾想 猴子不仅点出 还看出了血脉传承的问题 金齿霄露出一缕异色 但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举杯示意 自饮一杯酒水 老妹 别吴 老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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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 ,老妹 老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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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